我们现在准备出发了 要先把萌萌这个车拉出来 然后我那个车头要掉一下才能拉出去 它这个院还不是很大 所以挂车进来的时候还有点技术的 老爸已经把下水管自己在哪捡了根下水管 我老爸这个东西都是捡来的 好好开出去 加油 对讲机拿了个大个的试试 这回拿了个别人送了个大个的 看看好不好用 他们说这个天线越长信号越好 这个好像是个假摩托罗拉 呼叫呼叫 都很清晰 一会我们测测两个比较机拿的更清晰 走吧我帮你看着 这个地方出去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窄 所以帮他看一下 居中就好 好 摆正 走 走 往右边 你多打回来干嘛呢 好 慢点啊 好走这边再往这边一点 停 往这边一点满舵 慢点慢点慢点走 慢点走 慢点停不行 倒一下 你太往这边偏了 我不告诉你往这边打舵吗 然后倒不能走了再都刮上了 看那边有东西的本能往这边走 这边太宽了 倒吧 直开直开直开 摆正 摆正摆正 多打直 这孩子还得转练 走吧 好了 把我的车也挂上 出发了 上车了老娘 嗯 你去指挥指挥那个萌萌去 去指挥他 指挥他 再来指挥他 来先上刀 我还用他指挥啊 妥妥的 你看一点都挂不着 表准得很哈 好再见了哥们 好再见再见再见 哎好 谢谢贴麻烦了哈 哎 哎 好好再见了老叔 老板很热情的 这个地方停还不好 出去还不太好出 多拐大了呀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出发 开始导航 前方150米 过弯道后 降入前方 我们现在出发了 下一站是这个黄果树瀑布 贵州比较知名的景点 什么 重复 准备好了吗 导航 导航 导好了呀 贵州这个路啊 就是比较 怎么说呢 起伏不平啊 山路比较多 这辆路还挺好 都是板油路 而且双向车道 但是走挂车呢 我们还是要慢一点 因为他这路还是比较窄的 我感觉 这个上坡挺大的吧 哇 这个坡很大呗 所以谁说我们这个挂车呀 能不能爬坡 这个坡度数是非常大的 看看 妥妥的 这个时候说白了 就是转速上去了 你看 上去山杆 然后又下坡啊 又是一个小坡 越往那边走 这个 就是 起伏的这种 路的起伏 度数越高 像这种地方 我们一般就开个四十五十 那就可以了 不要开太快 不要开太快 请不吝点赞 气息 是不是 为什么 启尔子 哎呀 我 那个 感谢观看